实验室的分析数据可能显得晦涩难懂,因为你不知道具体要看哪些信息。 在这段视频中,我们会拆解一下我们品牌藏红花的分析证书内容。 实验室分析是由第三方独立的实验室通过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得出, 遵循美国香料、贸易协会、ASTA和国际标准组织ISO设定的标准。 测试首先对藏红花进行鉴定及显微镜检查。 接下来就是检查非关联化味杂质的测试。 这里的杂质指的是藏红花的其他部分,并非柱头部分,比如花瓣和花镜。 要确保藏红花的纯度,就不能撑扎这些杂质。 下一项测试是要检查外来植物杂质。 这里的杂质指的是任何其他植物都可能被撑扎到你的藏红花中, 例如一些仿藏红花品牌卖给你的实际上是染色的玉米丝。 另一项测试是检查藏红花的溶解度。 你可以通过浸泡,从藏红花中提取到多少天然养分呢? 了解这一点很重要,尽管它并不覆盖藏红花所有的浸泡方法及实用方法。 根据ISO要求,藏红花被测量出的最高溶解度可达65%。 还有一项测试是检查藏红花的水分含量。 这是要确认你的藏红花没有注入过量水分。 当然,则会增加重量。 你要确保买到的藏红花水分含量低,要不然就亏大了。 根据ISO标准,控干得当的藏红花水分含量不应高于12%。 接下来的一系列测试是要验证藏红花的化学效力。 藏红花素,藏红花苦素和藏红花泉都是会影响藏红花颜色、味道和香气的化学物质。 它们的存在及效力是通过分支来衡量的。 根据ISO标准,高品质,藏红花的藏红花素质应该在200以上, 藏红花苦素质应该在70以上, 而藏红花泉的高低值应该在20-50之间。 最后一系列的测试则检查了9种不同的人工色素。 高品质的藏红花绝对不应含有人工色素, 正宗的藏红花的颜色应该完全来自它的藏红花素。 感谢收看我们的视频,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留言评论哦。 在这个系列,我们还会发布更多的视频,别忘了点击订阅。 希望为你提供更多的资讯,欢迎访问官网,了解更多关于藏红花的信息。